大家好 歡迎收看午市財經摘耀 我是今日主持方澤喬 今天是2022年1月4日 大約早上11點 見到股市是先升後 還未承接到美股接近破頂的升勢 見到港股也做得比較差 尤其是醫藥股 見到今天很多醫藥股也認升下跌5至7% 藥名生物也跌了6% 其他醫藥股也做得比較差 暫時也要看一點 因為暫時大家不要留下醫藥股 暫時未見到一個健帶的跡象 最近見到股市這麼大 但有些新股真的非常厲害 之前我推薦一隻二齡雙湯科技 招股價是3.85元 見到今天股價最高是9.7元 這個位置 相當做甚麼的業務 見到他們主要是智慧商業 智慧城市 智慧生活和智慧汽車 分別錄得的收益 大約在上半年來看 是6.45億 和7.86億 和1.47億 和7千萬左右 佔比最高是智慧商業 當然 他們最大的用戶和客戶群 主要是市政府和相關部門智慧城市業務 見到雙湯科技之前受到美國列入實體清單 之後受到美國的制裁 令到上市失敗告終 很快 他們作出應變 改改招股書之後 作第二上市 見到招股額和其他內容沒有大分別 主要是剔除了一些美國的投資者 沒辦法 美國政府不讓你們買 你們也不可以買 所以剔除了之後 繼續上市 見到今次的制裁 對雙湯業務沒有大影響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雙湯科技的業務 主要是來自中國內地 所以 如果有看招股書的話 其實對於他們的業務 都非常有信心 內地 現在說的是智慧城市 很多一些大城市 都會用到面容識別的一些功能 所以 在他們業務上 說真的有真無感 除了一個叫他們的智慧城市之外 在智慧汽車的收入 其實 見到 佔比一直大增 在上半年來說 收入也有七千萬左右 預計這個比例會逐漸增加 所以 其實智慧汽車 你見到 很多新能源汽車 都用得面容識別的功能 所以 其實這個功能 在新能源汽車的前途 亦非常之厲害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住 見到 其實 相當的 招股書 每股正值 是大約1.3 左右 以及 以招股價來說 其實是3倍左右 同業來說 大約是3.6至3.7 以招股價來說 其實是便宜很多 但 現在去到 大約9.8元左右 這個位置 見到 那個市證率 其實已經去到4至5倍左右 所以 其實大家對於這隻雙湯 去到這麼高的價錢 高追是有點疑惑的 還有 另一方面 很多人都說 雙湯很大機會 就會列入一個科技股指數 列入科技股指數之後 其實 很多投資都覺得 入了之後 一定會大升 但 又未必的 大家可以看回上一年來說 其實入了科技股指數的一些股票 其實都是跟隨大市的上落 所以來說 其實見到 有甚麼科技股指數 大家可以做到指標 例如8度 快手 京東健康 其實 上年來說 其實 狡猿其實都非常之差 尤其是快手 在高位做400元 入了之後 其實之後 曾經落過60多 70元 現在仍然是徘徊在這個位置 所以 入了這個科技股指數 是否一定會大升 就是未必的 還有 近期 股價由3.75元 一個招股價 暗盤價 已經上到9元 其實 上升的幅度 超過了一倍有多 所以 再上網空間 其實已經不大 所以 建議 投資者如果持貨的話 其實 都應該沽一沽一點貨 如果沒有貨的話 千萬不要在9元 8元的位置 高增 其實 現在的風險 都越來越大 所以 大家懷疑這隻股票 都是適可而知 見好就收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